然後這裡是2 然後這裡是多少 負A 好 我先寫到這邊 可不可以? 可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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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問一個問題 同學什麼是項量? 項量是什麼概念? 人家問你什麼是項量 我覺得我們的孩子應該要講出一點東西 什麼是項量? 項量是什麼? 項量是一種移動的指令 我告訴你 就這樣好不好 這個尤其是我們張文竹的同學 你就這樣跟人家講 人家問你什麼是項量? 就是它是一種移動的指令 它有方向 那有大小 對不對? 那如果寫成像這種座標的項量 就是說 比如說這個1 3 代表 你從雲頂出發 往x 軸的正向走1 3 往y 軸的正向走2 往z 軸的正向走負A 然後走到那個P點的位置 這個P點會落在這個平面上 這樣你聽懂這個意思嗎? 項量就是一種移動的指令 現在有沒有人可以告訴我 為什麼我們要特地把原點設在A點 你知道關鍵是為什麼嗎? 為什麼原點你就偏偏不設在其他點 為什麼要找A點? 為什麼?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設在A點的話 來 我現在喔 來 沒關係 我們班老的同學我還是比較快 來 我這樣喔 來 這個是原點 來 這裡有個項量 這個項量叫做 3 豆 點 2 OK 這個叫A項量好 請問你 這是一個移動的指令喔 來 同學你看好這邊 這個3 豆 點 2 代表 它從原點出發 往右幾個單位? 3個單位 然後往上幾個單位? 2個單位對不對? 所以你會發現喔 發現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只要是從原點出發的項量 它的移動指令其實剛好就是它終點的什麼? 坐標啊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我再講一次 這個3 2 它是個移動的指令 對吧? 如果你今天移動的位置不是3 2 比如說你今天是從58這個點開始移動 58 對不對? 然後你讓它移動同樣的項量 3 2 對不對? 來 從你起點如果在58 請問你這時候終點會跑到哪裡去? 往右3 往上2 它會變成8 然後到點多少? 10 對不對? 這樣你聽到嗎? 項量是個移動的指令 但是你要從哪裡開始動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今天從原點開始下這個指令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項量的終點 其實剛好就跟你的移動的指令長得一模一樣 這樣聽懂嗎? 知道齁 所以我們現在刻意讓這個A點當原點 就是希望這個移動的指令 其實現在剛好就等於誰? 剛好就等於P點的座標啊 欸? 知道我的意思嗎? 對不對? 這個時候就是我的P點座標 我P點座標就長這樣 我跟你講這個題目已經解完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P點的座標我已經寫出來了 請問你這個P點在哪裡? 這個P點在這個平面上啊 所以你現在只要把這個平面方程式找出來 把這個P點帶進去 你的A就算出來了 這是105學測整張考卷 我個人認為難度最高的一點 這個題目很不容易 你看我們這樣寫是不是很難? 來我做給你看 這個還要求平面方程式 沒有那麼簡單 你看這樣一體5分 這個投資報酬率很低 來要求平面方程式 就是我們要先求V珠向量 來大家一起寫 先把V珠向量找出來 後面剪前面來-110 來-110 還有我還需要什麼向量? VG向量 來VG向量是誰? 是01-1 對吧? 對吧?這兩個向量都在這個平面上 然後這兩個向量同學要做什麼? 外積啊 外積要求法向量 所以分量超兩遍 來-110 來-110 然後這個是01-1 然後這個是01-1 分量超兩遍之後怎麼樣? 頭去掉 尾巴去掉 這個是結論啦 我們做很多次了 原理當然現在我們不再講 我們現在已經都不講原理了 當你懂啊 原理我們都不講了 我們現在就是讓同學熟練這些操作 來 中間都是行列式 取中間三組行列式 這兩個相乘前 這兩個相乘 這是-1 來 這兩個相乘前 這兩個相乘-1 這兩個相乘前 這兩個相乘-1 怎麼都-1 好討厭喔 來 我們的法向量 這樣我們取誰 不要取-1 -1-1-1 我們取誰 我們取111好不好 -4-1-1 哪裡 這兩個相乘前 這兩個相乘是負1 -1 這兩個相乘前 這兩個相乘負1嘛 所以這個東西來當法項量 這樣OK嗎?就用11的 你用-1-1-1也可以 所以法項量知道方程師的本體就知道 s加y加z等於k 來我們現在帶入一個定點 你們想要帶哪個點?帶100好了 100帶進去 所以這個k碼這個算出來是多少 這個k碼這個算出來是1 這平面方程師我竟然把它找出來 這平面方程師我把它找出來 結果你發現這個p點 有題目說這個p點怎樣? 這個p點在這個平面上 對不對?所以你就把這個p點把它帶進去 哇!這一題就要得分了 就1 3 然後加上2 再減掉a 會等於1 所以你的a就會等於1 3再加1 本體的答案是多少? 1 3 105學測 選領體 我覺得難度非常高的一題 但是這個題目我相信我們班的同學 很有機會可以破解他 同學你只要記得 當你這個題目不會做的時候 你就嘗試看看先特殊化再坐標化 好不好? 特殊化再加坐標化 可是這個是你的好的 這樣可以嗎? 他說長方體 你說老師人家講長方體 你把它看成正地方體 這樣有沒有問題? 我跟你講沒有問題 因為他講長方體 反正最後算出來a都一樣 我把它看成一個特例 當然沒有問題 對不對? 你再把它坐標化以後 你看每個點都有了 你要求平面方程式 要求向量 要算移動的指令 要算坐標都可以 這樣是不是問題就很好解決 如果你不用這個策略 我跟你講這一題會變得很難 謝謝各位同學 我們這檔課已經到這邊 來加一句謝謝 謝謝